好 这些产业消息我们来关系的是 美国对中的半导体出口禁令有了最新进度 现在是荷兰商确定的部分会来跟进 扩大进一步跟进美国的限制 这是来自于彭博社的报道 说荷兰的政府打算限制艾斯默尔 在大陆维修机台的这一项服务 接下来可能会导致部分在艾斯默尔 它的半导体设备最快明年就无法使用了 这当中包括了生子外光机 DUV的维修服务 接下来可能都会受影响 而现在恐怕冲击的就是中芯国际 它所使用的一款设备 那么这一款设备它是可以为华为来生产 它的第二代7奈米的晶片的路透社做了分析说 禁令一旦开始执行 恐怕就会对北京发展世界级的晶片产业 造成沉重打击 导致中芯国际将会接下来 无法的再持续的来为华为生产7奈米 还有5奈米的晶片 在进度上就会受到严重的打击了 我们来看到艾斯摩尔最新的动作 是否可能打击大陆在7奈米5奈米晶片的发展 如果是这样真的会受影响的话 中国大陆又有什么样相关的反制呢 夏伟哥 其实我们看到对于目前在 就是说这次他所做的这样一个动作 那其实会让荷兰政府 因为艾斯摩尔公司 他提供了中国大陆非常多的这种高科技的 特别是晶片的这样一个制作 因为其实晶片制作它很重要一个就是 你要能够在制作的过程中 让它的这个晶片的精度 能够不断的缩小 为什么 因为晶片那个越小 或说也就是制程 它能够做到7奈米5奈米 或甚至你看现在台积电 可以做到3奈米2奈米 这样一个很大的原因 就是你在这样一个单位上 能够做出更精密的晶片 也就是它能够进行的运算速度越快 也就是它能够做的工作越多 然后那今天你这个艾斯摩尔 它提供的这个部分 它这个设备是制作这些过程中非常重要 包含像光刻或是封装的制程等等调教 那一旦就是说艾斯摩尔 因为那个这样的限制 让它未来在2025年以后 它卖给中国这些大陆这些设备 就不能再维修 因为其实今天这个设备的维修 在于就让你说 中国大陆能不能够持续生产这些 5奈米7奈米的晶片 是非常关系非常大的 因为为什么这些设备 就决定了 就是说有这些设备 你才能够对于就是说 你生产这些设备 新的这些晶片 它的这个精确度 能够得到一定的确认 也就是说如果你今天 我不再提供这些机械维修 那你说这些机器 后续还能不能够运作 可以 但是你的精度会越来越差 然后呢 甚至就是说 你的这个故障率变高之后呢 然后让你的生产出来 这个晶片的这个 粮率也会开始 逐渐的下降 甚至可能到一段时间之后 整个粮率会 变成说你生产的这个部分呢 它的成本 所获得的这个晶片 它的成本会大幅增加 因为比如说你原本可能生产100片 你有95片是那个是好的 那这个时候 你的这个成本 让你能够获利 但是如果说 今天你的这个精度 调到60 50以下的时候 那这时候 你的成本跟你的这个制程 可能就让你的获利 没有办法顺利获利 虽然说你还是能够得到 这个有50%的 这个粮率的晶片可以用 但是后续 你的这个晶片的粮率 越来越低的时候 那这个时候 你这套生产设备的维持 就变得非常的困难 所以呢 这个时候 现在以美方来说 美方让荷兰政府 去限制艾斯摩尔公司 未来在中国大陆的 这个半导体维修 其实的确会对中国大陆的 这个制程会产生 非常大的影响 除非现在中国大陆 完全有能力 去建造一条 完全没有西方技术的生产线 但是以目前来看的话 中芯它目前 它也的确在开始努力的 要去生产这些生产 晶片的这些工具机 光刻机 或者说是它进行一系列的这种 封装制程之中 去进行封装测试的这个过程 能够达到中国大陆所要求的 这样一个标准的这些机器 但是这些东西 不是马上一触可及的 所以其实从美方的角度来说 美方就希望透过 现在全球的这个半导体 这样一个产业链 包含生产这些 这个产业的 这些重要的工具机的来源 去限制中国大陆 它未来可能发展的这样一个速度 跟它生产的这样一个速度 也就是说 它希望能够在高端晶片上 完全掐住 或是完全限制住 中国大陆的这样一个量产 其实某种程度来说 现在这个西方对于 中国大陆的这种高阶晶片的 这个限制呢 也的确已经限制到 中国大陆很多对外的 包含高科技的这样一个产品的 发展的速度 也就是说 现在没错 我们看到中国大陆 还是在持续不断推出很多 新的高科技的这样一个产品 但是的确 它里面的 现阶段 它有足够的晶片可以使用 但是我们刚刚讲的 如果未来2025年以后 这些西方所提供的这些 制程中所需的这些机器 逐渐的没有办法 能够继续提供生产制造 而后续大陆自制的机器 又跟不上 然后或者说 它在精度上来讲 没有办法能够达到 类似像 比如我们刚刚讲到的 5奈米或7奈米 或甚至更高 更精密的3奈米的话 那这个时候中国大陆 它的这个先进晶片 势必就会受到这个影响 然后会影响到它整个高科技 产品的这个生产的输出 是 好 谢谢校伟哥 那我们也来问 请教大使 您如何看为什么 荷兰政府这一次要做 这样子的一个动作 在美中之间的权衡之下 它最终还是敌不过美方的压力 接下来中方 会不会有一些相关的反制 其实荷兰政府也是受害者 因为荷兰政府如果说不配合的话 美国可以让SML这个光刻机 做不出来 对 你现在就说 你因为这个SML的光刻机 所谓它的极子外光机 或者生子外光机 它那个镜头 它那个镜头 因为它是用这种光来做这种失科 那个镜头是德国的蔡司的 然后那个光本身呢 这个生子外光机 技术是美国的 所以这台机器 它也是用各国最先进的 集合在一起的 所以你如果说 美国抵制它的光源 对不对 它这个光 它的专利上面把它控制 或者说跟德国合作 你那个镜头 我把你 那这个SML也会陷入困境 所以事实上美国是卡得住 这个ASML的这个技术的 它同样卡到ASML技术的脖子 所以ASML你看它 即使百般不愿意 最后还是屈服 这个作为对一个公司来讲 是我觉得是对它的商欲 是很大的损失 因为你可以不卖给人家 可是你卖的时候 你最后的维修 零件的补给 你把人家断掉 以后谁敢跟你买 对不对 你买了也是白买 所以可见美国要今天 要断中国大陆的所谓的 晶片制造的关键设备上面 美国是基本上是不可能放松的 咬住不放 那你今天本来以为卡住了 这个中国大陆制造尖端的 所谓的高端的这种技术的晶片生产 结果华为的9100出来以后 美国一下傻了 傻了以后就说 原来几子外光机不让你进去 深子外光机各去只能做到14奈米的 中国大陆既然用一个这个旧的机器 制造出比较先进的晶片来 做到7奈米 这里面当然有人说是这个 我们台湾的这个台积电的 以前这个技术长 他们几位在这个 在中心 有一些技术的突破 那可是用的是旧的机器 做出新的产品 那美国就 那就说好 那我就把你这个机器 极有的旧的机器 你已经拿到手里 你不要以为我拿你没办法 我让你的原生产商 把它的维修 跟它的零件供应给你切断 你这个机器里面的零件 如果说坏的话 你整台机器就停下来了 所以呢我觉得美国基本上 这个就是说 这个国家它要达成目标 它这个目标的坚定性 你不要怀疑 所以呢只要它 美国人是一席上存 它就跟你耗到底 所以这个部分 我知道中国大陆有个上海电子吧 也在做中国自产的这个光刻机 我上次看到记录 所以我已经做到大概80奈米了 那可是问你距离这个 你要做到7奈米 甚至再往下面走 还是比较困难 那光刻机就是说 也是最近几年才一统江湖的 之前日本的这个 那个Nikon也很厉害 日本也有在做 所以听说中国大陆的一些 这个芯片制造厂 现在也跟日本的厂也在合作 那就是说你能够就是说突破 最后我想大陆 还是最后只得靠自己 就是说你这个 只要靠到西方沾到边的 美国通通会把你封杀 你拿到的 它就让你这个机器没有零件 所以这场斗争我觉得是不会停止 好 美国政府针对中国的打压持续 那我们来看到是美国自己的晶片大厂 这个重要的领头厂商 英特尔真的是出了大问题 为了赶上台积电的这个尖端晶片制造 投入了数十亿美元 但是我们看到它这个股价 五年内跌了一半 那其实路透社也做了分析 它认为这个英特尔这么做 也是会失败的 因为它的业绩不断的放缓 根本就不可能追上台积电 要英特尔去想其他的方案吧 英特尔到底出了什么问题 其实他们的执行长也规划说 我要转亏为盈啊 那他也提出了一些方法 比如说他在晶片的设计上要加强 还有第二个他要夺回 他原本的晶片制造霸主地位 但是真的有这么可能性 再次伟大吗 温嘉老师又怎么看 其实很典型的就是 其实科技就像我们经常讲一句话 这个雪入逆水行舟 不进则退 那相对呢 其实曾几何时 这个英特尔在这个全球的一个半导体 它是领头羊 那但是呢 如今在不管是晶片也好 或者是在成本也好 或者是在所谓的这个功耗 其实远远落后于台积电 这是我想不争的事实 那其实很大的原因来自于 第一个他的技术的伺候 因为毕竟他英特尔他其实 就像龟兔赛跑一样 是一只非常骄傲的兔子 那他总是觉得 我已经取得领先了 所以我在现在书上休息一下 没想到乌龟 慢慢已经逃到终点了 他还在睡觉 那因此呢 他在这 尤其在这个7奈米跟5奈米上 其实他是很严重的一个炎制 那第二个当然就是缺乏他创新力 因为毕竟在这个 在这个所谓的AMD 他的一个创新上 他其实他是后来就是远远的落后 那当然还有管理阶层的一个失误 因为毕竟呢 他其实英特尔他措施的 包括移动晶片 还有这个GPU的一个市场 很重要的一个发展机会 他把他换过去了 那当然还有最重要的是说 还有潜在的一个挑战 就是AMD跟那个N-Media 这个部分 他们也崛起了 尤其呢 在这个AMD 他在这个中央处理器 CPU的市场 还有这个N-Media 他在这个所谓的原型处理器 就是GPU这个部分呢 已经取得 加上AI这个部分 已经取得非常的一个领先 所以他本身又不愿意去进步 此外呢 又外面的挑战 那当然啦 这股价从五年跌了一半 也不会意外 可能如果他不努力的话 可能会更惨 会更惨 那刚刚你提到的 就是说有关于这个 他的这个 基辛格他提到的复兴计划 不管是这个IDM的2.0策略 或者是加强设计跟研发 或者是新产品的一个开发 其实呢 都需要再再需要钱 那这个钱的部分 而一再烧钱 但是公司要的是你的绩效 这有时候这个烧钱的是 这个十年树人 就一年树股 十年树木 然后百年树人的工作 你也不下一些投入就有 那一烧 当然公司就会追究说 为什么你投这么钱 没有具体的效果 因为这是一个非常复杂 而且非常艰辛的路程 那想到说 其实在 当然还有一个部分 就是说 美国呢 其实对这个中国的半导体禁令呢 它其实到底也对英特尔 产生一定的影响 但是为什么美国 它还是坚定要做下去的原因 来自于 因为它如果现在没有去 这个所谓的 赶快去做这个处理的话 那当然让中国的 不管它的这个 不管它的半导体 或者它的这个高端技术 等等这些 可能都会超越美国 那其实它这样损失更大 所以它宁愿呢 这个失去中国的市场 也一定要去做 所谓的一个 去风险跟将依赖 那我想基于 它的国家安全考虑 我们是可能理解的 那此时此刻 我觉得美国呢 它还是会怎么样 或许它会对这个 英特尔做一个补贴 这样我觉得呢 才能让英特尔呢 除了本身之外 还要需要国家的补贴 或许才有机会 是 谢谢文贾老师 我们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